缅甸的泼水节相当华人过年 是一年当中最热闹时刻 刺激志工展开发放 陪伴照顾户欢度佳节 这次发送的物资都是食物 包括面与米粉 麦片 饼干 马豆 黄豆和食用油等等 还有过节的红包 照顾户三名屯因为车祸无法工作 加上没钱就医 膝盖化浓 第一次收到慈祭礼物感受特别深刻 也有的照顾户牵出红包做好事 发放前大家整理物资放进水桶 通过三轮车分送各个村落 车辆无法进入的在坐机车或是步行 把礼物亲手送到照顾户家里 而在丹英镇志工则是在慈祭元舰的 中学发放一份物资一份祝福 陪伴照顾户迎接新年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宫缅甸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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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